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加码星夜选在台北市的信义区 松山文创园区举办了 Lamborghini Urus SE的媒体发表会 但是因为今天我不在台湾 所以我们派编辑部的同仁前往拍摄 那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台车子 这台车子作为该品牌电气化之路的 第二阶段的里程碑 它是采用插电式的油电混合系统 也就是所谓的PHEV 那它的纵效马力达到了800P 建议售价是新台币1298万元起 当然这台车我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台车尺码车长达到5米1 那轴距的话也突破了3米 在外观方面 它拥有重新设计的前保杆 以及水箱格栅 并且采用矩阵式的LED头灯 那搭配悬浮式设计的引擎盖的造型 那车尾以Grado为设计灵感 承袭的品牌Y字型的LED光调元素 那在尾灯下方新增了风潮的造型饰调 同时拍照位置下移到后保的中央处 那尾翼在高速行驶的时候 相较于Urus S 可以增加车尾的加压力 大概35%左右 那另外还可以看到 车尾中央加入了凸起的线条 那结合保险桿融为一体的空气分流器的造型 来增加整体的跑车韵味 而透过车体的空气力学的导流的风管 相较于Urus 它增加了15%的引擎的冷却效率 那至于轮圈呢 它车是提供多样的选择 包含23寸的亮黑铝圈 以及专位SE车管打造的 Bineli的P0轮胎来搭配 而在内装方面呢 它具有多达47种的色彩的搭配 以及四种专属的刺绣的设计 而且呢 透过顶级的客制化呢 可以让车主自由的选配 那座舱方面 12.3寸的全新的触控萤幕 搭配电子仪表板 同时在系统呢 也导入了混合动力显示的功能 另外选配非常的多 像现场的展车 它配置了电动的全景天窗 跑车型的方向盘 碳纤维的内装 电动的通风的按摩座椅 还有B&O的3D环绕音响等等 非常多的套件 这车主可以自由选择 那至于大家最关心的动力部分 它搭载着4.0升双涡轮增压的 V8机油引擎 可以提供呢 620匹的最大马力 以及800牛顿米的风值扭力 那另外还要加上电动马达 以及25.9度的锂电池 所组成的插电式油电混合系统 电动马达部分 可以单独输出192匹 以及484牛顿米 所以纵效的输出马力高达800匹 配上8速的首次排变速箱 官方公布的0到100的时间 只要3.4秒 0到200也只需要11.2秒 急速则是高达312公里 那另外呢 在电池的部分 可以提供60公里的纯电续航 以及130公里的纯电急速 那当然也有11种的模式可以来搭配 那这11种的模式 除了街道运动赛道雪地 沙地荒野的模式之外呢 还新增了4种EV专属的模式 包含了纯电 Hybrid Recharge 和Performance性能的模式来做选择 跟随着驾驶模式的不同呢 主动式的悬吊 可以自动升起 从COSA模式的15mm呢 可以最高升到75mm 那转向 还有驾驶特性呢 还有V8引擎的浪升 都会因为模式的不同 而有一些变化 那当然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Lambocini这个超跑品牌呢 它目前电气化的策略 是继这个Urus SE正式发表之后 今年还会发表Hurakin的后继车 随即呢在2028年 还会发表品牌的第一款纯电车 2029年的时候 Urus就会有一款纯电的后继车咯 好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编辑部呢 前往活动现场呢 为大家所做的报导 我是小夕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by bwd6